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新代言抄给力 一小时营业额破300万 其中一款直接卖断货 作为国内人气小生 王一博的号召力可不是吹出来的 虽然今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据说是为了拍摄新剧《长空之王》 自从进了组之后 王一博就推掉了不少商业活动 看来真的有在好好拍摄了 这个消息对于粉丝而言 表面上是坏消息 毕竟这么长时间见不到新鲜的偶像 多少还是有点失落的 可是只要一想到在不久的将来 就能看到爱豆的作品 那种期待感还是非常棒的 近日王一博终于有了新的消息 他在微博为新代言宣传 不管做什么都要极尽所能 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才够痛快 并表示很高兴成为 康师傅冰红茶的品牌代言人 这次选择和康师傅合作 为冰红茶代言 粉丝们都非常支持 毕竟这可是王一博 2022年第一个代言 当然要卯足尽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随后 康师傅冰红茶官方账号 也转发了该博文 并夸赞王一博人如其名 奋力拼搏 才能凭借实力 在不同的领域闪耀发光 虽然有点商业互吹那位 但说的也不假 王一博确实能努力 不过尴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王一博官宣代言后 康师傅冰红茶的账号 竟然崩溃了 购物链接也消失了 让很多想要购买的粉丝 非常失望 虽然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没坚持多久又崩了 可见王一博的号召力有多强 无论是代言还是发新歌 总是能把平台搞崩溃 尽管如此 背后的数据依然非常漂亮 短短一个小时 销售量就达到了20万 一共6款口味 总销售额突破了300万 这还只是单个平台的数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数量还在不断上升 这个成绩也再次证明了 王一博在粉丝心中的 影响力有多么强 尽管长时间不露面 没有很高的话题度 也不代表他的热度下降了 只是为人低调而已 从这次代言的产品来看 康师傅冰红茶这款产品 本身也确实不错 除了最经典的红茶柠檬口味外 康师傅还推出了很多新口味 比如无糖 浸凉 还生产了小包装饮料 携带起来更方便 这些都是吸引顾客购买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黑色包装的无糖冰红茶 因为零糖零脂肪的概念 更多女生愿意购买 再结合王一博的粉丝群体 不得不说 康师傅这次的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在短短一小时 仅仅是这款无糖冰红茶 就达到了六万多的销售量 这个数据可以说相当恐怖了 也再次印证了王一博的魅力 他真的很受女孩子欢迎 所以才能有这样优异的成绩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 切记理智追星 喜欢一个人并不一定就要为他花钱 买他代言的所有东西 而是应该将更多心思花在他的作品上 只有你细细品读过 这才不辜负爱豆的辛苦呀 在我看来 花心思永远比花钱重要多了 尤其是在一些贵重的物品上 大家更要谨慎 千万别为了买他而委屈自己 记住了吗